提起最具有实力的企业 你最想想到的是哪一家呢? 相信在大家的答案里 一定少不了国企巨无霸的名字 这些由国家直接拥有所有权 或者控制权的企业 是妥妥的经济巨瘦 可是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这样的企业 总会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一般会认为它运行效率低下 服务意识不大 企业文化还很尬 每一个国企难道都是这样吗? 在给出答案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企业 在它的官方简介里是这样说的 这是中国第一本公开的纯男性杂志 是充满视觉快感的男性审美教科书 想男人之所想 言同行所不敢言 没错 这就是男人装 不过可千万别以为 这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藏衣炮弹 通过天眼查得到的信息显示 它的实际控制人来头可真不小 这是妥妥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习画策 虽然之前就听说过 这家企业疑似在开车 今天才知道 这开的原来是红旗牌的公务用车 吃尽吃尽啊 麻烦大家把牌面打在公屏上 这有让你感觉到颠覆认知了吗 颠覆就对了 这个世界的真相往往都是这样 和固有的认知相反而行 也被隐藏在表象的迷雾之下 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 有点倾斜的思维状态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同样会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刻板认知 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国有企业 大家好啊 我是原在 今天的内容依旧把干货塞满 依旧热血 在这里也给自己拉拉人气 大家可以点赞加关注 把原理收纳进你的日常里 总设计师曾说过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这句话不仅拨开了当初 中国发展路途上的迷雾 也戳穿了资本主义国家 虚伪的遮羞布 作为自由市场的龙头大哥 美国一向以自主经营 和私有制为主体世人 也因为其得天独乎的地缘优势 以及在之前二战的刺激下 迎来超快的经济崛起 这样的自由经济模式 就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追捧 不过话说回来 美国人有钱有科技 曾经引领人类这不假 但是你非要说 这些就是靠自由主义经济制度 和有良知的资本造就的 那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也有不信邪的 比如利比里亚 简直就是照着老大哥的模子 刻出来的 从国民到国旗 从宪法到体制 人人举手投足自由范儿 开口闭口纽约强 里里外外学了个通透 结果回头来 这个国家穷得百废戴心 不能说学的一无是处 积极的影响 总归还是有的 比如成功完成了 世界人民打美帝脸的光荣任务 而美国自身在国家独立 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国企才是其 无可争议的立国之本 在之前关于中国邮政的视频中 和大家说到 中国邮政就是国家主权的数码版本 这句话放在美国身上 也同样适用 美国邮政总局作为一家独立的美国政府代理机构 前身是美国的邮政部 一个绅士显赫的政府部门 世界500强企业 公司高层11个董事会成员中 有9名要由美国总统来任命 如假包换的美利坚老牌大国企 作为全美第三大雇主企业 雇员人数仅次于联邦政府和连锁便利店 沃尔玛 员工总数超过63万 而美邮总局的历史 甚至比美国这个国家存在的历史还要长 堪称美国史前的建国工薰企业 历史上 美国邮政一直是帮助国家建立信息之路的先锋 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75年的第二次大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本杰明·布兰克林 被任命为美国邮政总局的第一任局长 这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 正是100美元大钞上的那个美国财神爷 这下好了 邮局有了 局长也有了 邮路也一条一条上线开通了 那还愣着干嘛 建国呀 于是在第二年剩下的费城 随着独立宣言的正式签署生效 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独立国家 咕咕坠地 美国邮政总局也是为数不多 在美国宪法中直接被提及设立的机构之一 再往后美国人的心中 对于自己国家的邮政 总怀有一种坚定的信赖感 还给自己喜爱的NBA球星卡尔玛龙 起了个绰号 就叫邮差 因为这老哥号称联盟铁人 打球就像是邮差一样 风雨无阻 很少缺席 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 值得期待和信任 国企不仅帮助美国建国 还曾帮他转危危机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成立于1933年的5月 是大萧条时期 罗斯福总统规划专则解决 田纳西河谷一切问题的机构 整体规划是为了水土保持 粮食生产 水库 发电 交通等 创新为地理导向的一个 整体解决方案机构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营至今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基层政府部门 可实际上 这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倡议 而创建的国有全资企业 它位于美国南部田纳西河流域 公司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的 诺克斯韦尔 作为大萧条时期 罗斯福新政最具代表性的举措 田纳西河流域项目被作为重要的试点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简称PVA 这是一个既被授予了政府权利 又兼具私人企业灵活性 和主观能动性的独特存在 美国人定义这样的组织 为公司型联邦一级机构 不得不说 这老美欲盖弥彰起来的样子 还挺可爱 翻译成人话 这不就是国企吗 叫得那么绕口 不信你看 这个企业的领导层招聘细则 PVA领导机构为三人组成的董事会 经总统提名国会通过后人民 总统指定董事长 每位董事任期九年 每三年更换一名董事 董事会行使PVA的一切权利 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 这一领导体制自PVA成立 一直延续至今 好家伙 这和我们的国企比起来 也就少个书记和党支部了 1933年是PVA成立的时间 同时也是大萧条结束的时间 这样国家背景的企业一出手 就让经济危机应声而止 至今仍是美国最大的电力生产部门 年产电能力3000万千瓦 年电力销售收入超过50亿美元 百度百科在其词条下 这样评价PVA的成就 PVA以其颇具特色的管理方式 使其成为了以自由市场经济 著称美国的一朵奇葩 不管是奇葩还是菊花 只要能发展经济 让人民有笨头 那就是朵好花 可以说 美国能有今天的国际影响力 其本国国旗所扮演的角色 和产生的影响 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各位也可以把自己知道的 外国著名国旗打在弹幕上 其实与纯粹的计划经济相比 市场经济的魅力 并不在于它能够更有效地 整合资源 给生产力以最大的发挥潜力 而在于其能通过人性 最原始的本能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目前看来比较高效的激励机制 风调雨顺之年 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惜这个模式的底层有缺陷 会周期性批刹不定时爆炸 伴随而来的萧条 危机通胀 随便一个都分分钟让人觉得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而天无绝人之路 在所有的民营经济活动 顺周期随波逐流时 有一种力量就偏偏要逆流而上 在大家都不敢投资的时候 大兴土木以功戴正 在经济活力下降的时候 要用各项资源盘活局面 从宏观上稳定社会的大方向 这就是国有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有企业不仅是国之注实 也是必然和市场经济共生的关系 其实不仅是美国 世界上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 都有国企 比如德国的大众 西门子 博士 法国的空客 以及各国邮政 哦对了 还有个奇葩 三星这家企业里 就还有个国家 国企作为我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 在我们的生活里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国际民生的每个重要领域 都有国企镇守 当你用着几十年都没涨价的电费 下单了五块就敢包邮的快递 轮起键盘 吐槽国企存在 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你就已经输了 美利坚是个优秀的商人 他会告诉你 他想让你知道的 他也会隐藏好他真正 所以仗的 表面上这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国家 其实 这是一个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 国家型企业 表里不一的原因 无外乎利益两个字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 穿透表象 看到本质 什么是表象 使用BBC滤镜配合 以西方话语体系的叙事 就是当下最大的表象 简单的用好坏 对错 评价失误 就是表象思维最直接的后果 而这个世界的真实 就像一本没有反派存在 却依然震撼人心的经典文学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的精英和有识知识们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 制度上的创新与改造 对于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存活着的原生文明来说 这场从农业到工业的变革 已经持续探索了一百多年 并依然在持续进行中 我们如今的经济发展不是偶然得知 或者拜谁所赐 搭的顺风车 而是把所有可能性都尝试一遍之后的最优解 而本期视频以美利坚国企为切入点 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 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一面 对于道路的先进性判断 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特思念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原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收藏 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见